最近深圳市龙岗部级有两个贼人偷走了180万元的珠宝之后潜逃 警方介入侦查之后通过假扮靓女的方式将嫌疑人引射出动 最终不安 10月16日上午11点多钟 珠宝商曾先生报警说 凌晨2点钟左右回到深圳部级龙岭路的家中 将一部手机和价值25万元的劳力士手表放在茶几上之后 再将装有15件宝石翡翠的胯包放在卧室门口 上午10点钟左右醒来时 这些物品均不见了踪影 当时报案的时候他说主宝的价值大约在180万左右 民警调看视频资料发现 当天凌晨5点41分左右 两名男子空手走进案发小区 20分钟之后 其中一名男子拎着包走出小区 施主当场就辨认出那个包是他的 根据这一线索 民警展开视频追踪 没想到陷入了僵局 追到布局金盟酒店附近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嫌疑人消失了 经过深入调查 专案组最终在华强北一电子商铺 发现了施主被偷的手机 确定了嫌疑人身份 两名嫌疑人来自云南 分别姓庄和姓邓 办案人员还查获到了嫌疑人的微信 根据这一线索 民警假扮美女主动加了庄某的微信 庄某见到美女主动搭讪 马上发动甜蜜攻势 并约定凌晨零点 在一家餐厅门口见面 被警方当场抓获 根据庄某提供的信息 另一名嫌疑人邓某也很快落网 两名嫌疑人交代 案发当日 两人宵夜后 趁着酒性和某找点钱花 在龙岭路一小区 他们看到施主曾先生家中的铁门 虽然关了 但里面的木门却虚掩着 就是用那个透明的卡片 比较硬的那个胶片 插进去世主家里的门里 那门就开了 然后那门就进去了 然后那门就进去世主家里的门就进去世主家里的门